今天我们来看一台为数不多能跟国产新势力摆摆手腕的外国牌子电车 特斯拉猫斗3 作为特斯拉入门且主打的车型 猫斗3算是相当成功 至少在上海这样的线牌地区路上随处可见 你要是开个猫斗3被人跟踪 那反派肯定坚持不到第二集 但前提是你别贴改色模 20多万的新车都有这么多人愿意买单 那更何况是十几万的二手 比如我们这台19款上海产二手猫斗3标准续航后驱升级版 20年上牌贴了车衣 目前里程3.5万公里 现在价格16.49万 还能免费上护牌 是不是有点香 19款标蓄猫斗3是三元锂电池 电池容积52千瓦时 NEDC续航445公里 实际也能跑个300多 每百公里能耗不到15度 在很多纯电车中都很难实现 但在特斯拉这很轻松就能达到 如果再来个狠人 12度每百公里也不是不能开出来 大家不妨在评论区秀秀你的电号 看看谁最省电 如果家里充电方便 这个电号市区通通勤很从容了 说到市区通勤 这车5秒多的零百加速开着非常过瘾 十几万买个5秒多加速的二手车 除了电车好像也没啥选择 底盘方面老实讲 Model 3的减震在路面连续起伏时是有点跳 这也是好多电动车都有的问题 但Model 3并不会像一些太重的电车一样 跳起来直晃 减震气能很好的拉住车身 体感上比较接近定位运动的油车 过完侧倾抑制也比较到位 而且过颠簸时很有隔绝感 在同价位的电车甚至油车里 都属于比较好开的那一个 这台Model 3是不花钱的黑外黑内 说实话这个黑内加木纹 观感还挺舒服的 座椅也很柔软 但是实在是过于简洁了 不过网上实在是有太多配件 可以买回来DIY了 至于这个没有正阳帘的天幕 我想一定是前车主买过去以后感觉头脑发热 所以给天窗贴了个深色隔热膜 隔绝光线确实还行 但是对于热量的隔绝嘛 只能说现在开着头脑依然发热 16万度的Model 3 总体来说非常物有所值 当然如果标准续航里程您不满意 那我们还有长续航版 不喜欢后驱 我们还有全驱版 不喜欢三元锂电池 那我们也有磷酸铁锂版本 你懂我意思吗